文章来源 富城门六号院 8090后一代的悲剧在于 他们人生上半局 处于一个生存竞争压力异常大 社会快速现代化 以及阶层极具分化的时代 一直被时代推着走 调着走 用尽全力艰难适应社会 而等他们掌握和适应了社会规则后 世界的秩序 社会运行的轨道却突然改变了 上帝跟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一 最近传出来几例自杀事件 死者无一例外 都是三四十岁的高学历大青年 或早期中年人 而死因大概率与遭受经济挫折有关 人的天性是 胎生怕死 不是受到很严重挫折 不会寻短见或自觉于社会 过去寻短见的 多数是没文化的农村女性 现在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青年 这说明 他们越来越成为挫折感最强的一个群体 最近的多项经济统计数据 也显示 这个社会对8090后越来越不友好 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个人负债表开始失衡 陷入困顿 2021年以来 教育 地产 互联网 金融 商业服务等 至少有上千万人被裁员 而这些显然是8090后就业最密集的行业 也是相对高薪的行业 而50岁以上的人绝大多数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虽然他们在疫情期间受到冲击 但是疫情后日子还凑合 2023年全国劳动人士争议调节组织和仲裁机构处理案件突破385万 2017年则为166万 这虽然部分说明劳动者法律意识增强 侧面也反映青年人被裁员数量的急剧上升 毕竟中老年对劳动者权力不那么重视 愿意提出仲裁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 去年全国有292万家企业注销 2017年数据则为123万家 注销企业数量最高的上海 去年有20.74万家企业消失 而2017年的数字仅为3.77万 而如果加上个体工商户 全国去年注销的市场主体数量超过2400万 同比增加46% 而这些企业法人年龄以三四十岁之间为主 比如合肥市工商部门统计 2018年新注册企业法人平均年龄为36.3岁 上海北京则更年轻 在32至34岁左右 毕竟愿意去折腾的 还是这些有了一定阅历又有经历的人 如果到了50岁以上 大家也不愿意折腾了 20多岁的人则干脆不折腾 按部就班考研考工或到企业工作 根据2023年全国法拍市场监测报告 2023年全国法拍房挂拍套数达到79.6万套 总量较上一年增加36.7% 而这个数据2018年为23.8万套 今年法拍数量则继续暴增 1至5月挂拍量为27万7600套 同比增长86.23% 根据黄锡帆最近演讲信息透露 全国法拍房总量超过400万套 以每套100平米计算 意味着总面积达4亿平 我们又据最主要法拍平台阿里拍卖网的统计 这些被挂拍的房屋 91%以上是断供所制 而这些断供业主 多数应该是三四十岁青年人 因为老一代早就解决了住房问题 而零零后们显然还没有攒够首付款 还有一连串人民银行披露的数据显示 我们社会居民财务情况的恶化 尤其是中青年财务的恶化 今年第一季度 失信执行人超过860万 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尝信贷总额达到1096亿 而2017年同期为604亿 信用卡贷款总额突破8.54万亿 而2017年为4.27万亿 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议卡达到7.6亿张 而2017年为4.9亿张 显而易见 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债务危机 而懂得使用信用贷的绝大多数也是中青年人 毕竟老年人对现代金融支付体系既陌生又排斥 以上所列举的数字 在统计部门或者经济学家看来 可能只不过是一组反映经济波动的数据而已 但是对于每个家庭来说 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可承受的苦楚 这种挫折 笔者也可以从周围很多同龄朋友身上隐约看到 比如 布法有在2020年之前选择创业 三年疫情期间烧光了天使投资 又烧光了自己的房产积蓄 最后血本无归的 也不乏购买房地产信托基金 以及投资科技企业爆雷的 自从2022年下半年起 周围的朋友自称辞职找工作的 或者创业的也突然多起来 经济下行期创业 一定是一个无奈之举 前台词意味着失业了 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感觉到资产严重缩水 流动性资金普遍捉襟见肘 以前大家都在充满信心规划未来 努力早日实现各自的小目标 现在能够保持自己生活水平不下降 已经是不错 总之 这几年虽然人们普遍感觉到日子都难了 但是对于不同年龄段 难的程度不一样 退休一代受影响最小 他们汉老保收 拿着养老金 依然逍遥快活的旅游 跳舞 1964至1974一代 大多数都有一定积蓄 基本完整 享受到时代红利 即使行业不景气也可以安心躺平等待退休 00后的起步是残酷的 但是他们尚年轻可以从容调整自己等待下一步机遇 但是8090后是受时代之变打击最严重的他们积累少 抗打击能力弱 他们要么面临结婚生子 要么世上有老 下有小 经济负担最重 他们处于事业关键期 如果一个下行周期 维持个十来年 可能此生事业黄金期就过了 二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机遇和苦楚 但是不可否认 由于历史机遇不同 有的世代明显幸运很多 而有的世代堪称生不逢时 比如1890至1900世代人生大放光彩的机遇 显然高于1920至1930年一代 后者生长于战乱 颠沛流离 因此只有1920后的齐邦元王鼎君 才能写出那么心酸的个人回忆录 成年国家又陷入长时间非常开内耗 等到改革开放 他们行将进入退休年龄 除了少数人有所作为外 多数人的青春都被浪费了 1950至1960世代 虽然早年物质条件匮乏 但是这代人一个不落地 赶上了时代机遇 进享了中国30年经济腾飞的红利 他们但凡是受过985年以上教育的 至少可以保障中产以上生活 若是稍微有些商业头脑 拥有上亿资产也是司空见惯 对于后来具有同等学历和智力的人来说 基本是难以企及的 8090后一代 不可否认出生于一代物质和信息相对充裕的时代 但是很少有人感觉到幸福快乐 这一代人的悲剧在于 他们的成长阶段 可以说是中国几百年来 社会生存竞争压力最大的时代 这是由于前几十年 人口增长太快 资源又贫乏 中国现代化速度太快 使命又太艰巨等所决定的 他们从求学 就业 到生活 都是被时代赶着走 吊着走 一直在按照前人所教导示范的模式 努力获得一个现代化起步社会 并不多的优质资源 而到了进入儿立或不惑之年 这些人终于适应了社会规则 拥有了一定学习和职业资本 开始经营自己梦想 幻想可以重复父辈或者哥哥姐姐们成功的道路的时候 上帝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突然世界的赛道变换了 规则又变换了 他们在这几年变换中 又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人 以及受挤兑最严重的人 导致90后本是进入儿立之年 但是他们经济上仍旧很难自立 80后年界不惑 却重新充满困惑 对人生充满困惑 对未来充满困惑 对世界充满困惑 这个世界是我们以前被殉导认识的样子吗 三 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讲 三四十岁年龄段的劳动力 不仅仅是生产主力军 创造主力军 消费主力军 是社会运行的中间力量 因为时代机遇的因素 8090一代还具有其特殊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 8090后是中国第一批完整接受体系化教育训练 并具有开阔国际事业的一代 这一代人大约有四亿 其中约六千万受过本科级以上教育 四千万左右受过专科教育 六百万人拥有海外学历 是第一个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世代 中国两三百年以来 可以说到8090一代劳动力素质 才基本赶上发达国家水平 他们本来是我们国家一百多年现代化积累 产生的最宝贵人力资源 也正处于做事情的黄金年龄 中国从制造大国大到创造大国 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历史飞跃 本应该由这一代人完成 之前他们在科技商业学术的表现也表明 他们有能力完成 但是显然这几年整个社会 对他们是非常不友好的 现在出生率的腰斩 是青年一代对时代表达无声反抗的第一个信号 目前阶段1985至1999一代是生育主力军 如果这种让中青年人无所适从的局面 长时间不能改变 未来不排除发生人才大规模流失 乃至滋生其他严重社会问题 笔者希望各行各业 占据领导岗位的决策者们 要善待8090后一代 多给他们创造机会 这一代人毕竟是听话的一代 被社会规则完全驯服的一代 是不可多得的优质劳动力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济都有高潮和低谷 我们梦想经济永远保持2010年代的那种高增长 也不现实 不过低谷分两种 一种是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中 经济危机诱发资源充足和倒逼创新 低谷中孕育着新机遇 另外一种则是创造动力的逐渐熄灭 社会鉴于长期停滞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改革 正应该着眼于重燃青年人的信心 重新组合创新力量 达到前一种效果 如果后一种不仅仅意味着8090此生空航 也意味着国家丧失关键的战略机遇期 这种情况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都曾经历过 历史窗口期就这么短 改革时不我待 而8090后经历了经济周期之变 也应该好好自私 除了努力适应社会外 我们还应该关注哪些事情 才能让经济繁荣更加持久 以及个人财富更安全